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開箱的是 SHF 真骨雕 蒙面超人 Cougar 的初身形態 真骨雕的 Cougar 終於出到初身形態 現在只欠紫色泰坦形態 藍金 綠金 紫金 全部制霸 話說去年 9 月官方也有宣布開發泰坦形態 但今年10月未見有任何消息 希望官方記得抓數 我們馬上開箱看看 盒子裏面都有封說明書 裡面寫了一些都是基本的 一如以往 面那層放了蒙面超人本體 拿開蒙面超人後 底層放了其他配件 配件方面 有一支交通棍 一把手槍 以及七隻手型 我們看看公仔本體 公仔由頭看器 頭部覆眼一如以往都做得相當好 都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面上都是正常的 頭部可以360度旋轉 抬高低低都沒有問題 肩膀的金色部分 都有製作到金色古代文字 胸甲和背面都是正常的 沒有花沒有正算 手的部分 手臂可以舉到水平線以上的範圍 肩甲位都一樣可以移動出來 手臂可以360度旋轉 手肘可以向內屈曲到不錯的幅度 拳頭亦可以旋轉 而向前會較高 雙方在腰部部分 邊緣部分的關節 向後方方的傾斜方式 是向前方向點比較多 腰帶的細節位也有整個的 相識亦正常遊遊出界 接下來接下來的下半身 也是正常的 没有出界或偷识的地方 相对可以张开的幅度差不多接近一字码 大腿的关节可以扭动整条腿 但可以扭动的幅度不大 膝肩内屈的幅度也不错 脚管可以360度旋转 脚前掌向上屈都是正常操作 看完公仔,我们看看配件方面 配件方面有一支交通棍 交通棍的上色都是黑黄这两颗色 这两颗色上色都是正常的 没有出界的地方 另一个配件,手窗都弄得相当好 里面的坑纹和细节位都是还原出来的 我觉得是否应该推出SHF 的一条先生会比较好呢? 今次的KUGA 都是正常的真骨雕水准 配件方面的数量不算特别多 但都可以接受 售价方面,现在是$500-$600左右 我觉得也是可以一入的 白色的KUGA 和其他颜色一起放出来 真的好像不懂战队 最后也是那句 希望官方可以快点赚钱 出卖泰坦形态 KUGA 这里就制霸了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和赞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也订阅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